针对中国发布新冠病毒感染以类仪管方案 多家外国在华商会 部分国家驻华外交机构日前表示 此举有助于恢复中外人员往来和商务旅行 重振投资营商信心 恢复市场乐观的情绪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根据一类仪管有关要求 中方相应制定并发布了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 这将为中外人员安全健康有序往来创造更好条件 更好保障对外交流合作 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利好 中方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同各方携手加强国际抗议合作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 感谢观看